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戚的姐妹,今天的事经金剧是 《这一个穷寡妇,让众人投入的都多》 《勞教福音》21章3章 在路家的北下,耶稣时常提及财富 祂在广道里面讲一些比喻、故事,经常讲钱 很明显,祂所批评、指释的不是财富,不是有钱 有钱不是罪,而是贪婪、贪念 相反,耶稣对那些贫穷的基层 就像今天这位穷寡妇,是赞美、肯定的 寡妇是昔日古代社会最无依无靠的一群 很明显,以前的社会是父系社会 没有了丈夫,靠什么为生呢? 但是祂是如此慷慨 在不足之中将祂所有的生活费都投入 所以耶稣赞美祂 赞美祂不单是外面见得到的慷慨大方 而是里面对天主的眷顾深信不疑 所以祂是住在一个信赖的心里面 而不是在一个害怕的心里面 害怕、焦虑、担心、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的 记得十几年前 可能大家也看过这个广告 就是李丽山 滑浪风凡的 得到奥运金牌的李丽山 有间银行找了他拍过广告 就是如果养大一个小孩 要多少钱呢? 400万 哇! 真是听到都眼睹睹了 有没有搞错? 真的不要生了 怎知道 没多久之前 好像去年 同一间银行又找他拍了 就是更新了 现在要多少钱呢? 600万 我想一下 好在我妈和我爸爸 以前没有看过这些电视广告 如果不是 不单止我 我们的兄弟姊妹 全部都没得出生 都养不大 为什么? 喂! 没有那么多钱 如果真的这样去想 每一个都要 几百万 哇! 你只有几个就要过千万 怎可能养大小孩呢? 各位兄弟姊妹 让我们不要生活在 过分的焦虑 担心 害怕里面 天主的爱 远远 超过这些一切 我们信靠他 不是表示我们不做事 不是表示我们 好了 拼了他 不是 我们都要有 在相当的程度下 合理的 但是不要过分的焦虑 担心 哇! 王王不可终日 不是这样的 天主 按爱 乐捐的人 让我们记得 这个穷寡库 作为我们的榜样 未必只是给钱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心力 我们对人的关心 这些全部都是付出的 不要说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什么能力 不是啊 唐区可能要你帮忙 善会找你干事 帮忙 这些穷寡库 比众人 投入的都多 奴教福音 21章3章 优优独播剧场